望着眼前这个烧得已经变形扭曲的手机 眼前的邓先生是气不打一处来 邓先生说前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准备开车 去附近菜市场买菜 却不料刚坐上车 屁股就传来阵阵的啄痛 而在拿出后裤兜里的手机之后 他看见有一阵青烟冒了出来 这一式的冒颜色 它就敲开了 那个口锅就敲开了 除了手指被冒烟的手机轻微滑破之外 邓先生说他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他告诉记者手机扔地下之后 青烟也很快就散了 而送去维修站检测过后 对方告知他事故是手机电池引发的 我以前的人说他说我那个是电池实际用厂 邓先生说这个手机是他四年前买的 就算用的时间过长 但也不至于突然冒烟燃烧吧 他想弄清楚手机电池冒烟的原因 随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手机的品牌厂商 那么邓先生遭遇这样的事情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律师表示邓先生首先要找专业人员鉴定 手机冒烟是否是由手机质量的原因造成的 经过鉴定之后才能够继续处理索赔事宜 而回顾近几年不难发现 有手机电池引发的爆炸事故经常上演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 手机电池大多数采用锂电池 爆炸的根本原因是使用了伪劣产品 以下三种情况会引发爆炸 一 电池内部有缺陷 会在不充电不放电的情况下爆炸 二 电池长时间过分充电 在特殊温度或者不良情况下会引发自然或爆炸 三 电池突发短路 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怎么预防电池爆炸 你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防暴攻略一 使用原厂电池不要随意改装手机 防暴攻略二 不要将电池放在高温环境下 充电的时候不要打电话 据专家研究表明 只要您做到这两点 手机爆炸的几率会降到非常低 目前 邓先生正在等待手机厂商派出的技术人员上门进行鉴定 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也有待相关调查 这么确认 Naiv 谢谢观看